再加上什么 因为如果我合并过来之后的话 假设刚刚没有多增加一个东西 假设我今天合并过来的话 那这个日期里面呢 就是它没有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能够当我把资料call过来的同时 顺便处理日期的问题 OK 比如说这边的话就显示成 1月1日 2月1日3月1日的话 OK那怎么做 OK那我是希望 不过当然第一个方法 当然不是很OK 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样做完之后好像 格式并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让一次给我看 就类似像1月1日 1月2日 1月3日 不过这个后来发现 好像不很OK 应该是2018年的1月1日 那这个当然至少让你知道一下 反正如果你做得到 表示你是OK的 那其实这边呢 怎么做比较OK呢 其实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关键就是怎么样 你要在当我把1月份复制过来的话 同时怎么样 同时做就是把他的日期做变更的动作 这个我想出来了 当然还有更 也许你有更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试试看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已经把程式写完之后 然后这边是已经贴上了 而且已经追追踪到了 再上来就是换2月了 可是呢 基本上应该是当我1月过来的时候 就顺便把他的名称做变更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先做什么呢 先做这边 其实基本上修改 但是原来只有写什么呢 只有写一个这样子 就是其实只要写一行就好做什么呢 就是把他里面的 不应该要跑个回圈 这边的话 回圈部分的话就是 那逻辑判断可能要后加 就是第一个怎么样 第一个当我 我先把这边资料先清空好了 OK 那我们再来 这边是我加的 就是当我把资料call过来1月份的时候 做什么呢 把他的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资料 前面在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工作表名称 和他原来的那个1 其实我说什么 1月1日 那这要怎么写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最简单的写法就是 在里面的话 我就是在当我资料call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先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是for2 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他做什么呢 就是他里面的资料 他里面的资料叫sales 那不是i 我用j来代替 这一列的a栏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现在的工作表名称 那他的工作表名称叫什么呢 其实就是现在是sheetsi 那如果他的名称的话 就是sheetsi 什么呢 点名称叫name 点name就对了 OK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抓因为1 所以是1月 1月就会过来了 OK 1月自串 and 那原来的资料是什么 原来资料就是这个 原来的资料 给sales追列的a栏 OK 然后呢 后面串一个日 所以你就end一个日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 可以把那个日加上 这样串完之后的话就是 1月1日 有没有 OK 那你会发现下一个 有没有1月1日 1月2日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前面串一个1月 就是工作表名称 后面串一个ray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把它串完之后 又盖过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就是1在这里 丢过来就是新的 就把它盖 这个叫盖过去的意思 所以其他就全部跑完 但是问题来了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如果你接下来 要跑2月 对 那所以2月我就想说 2月怎么办 如果2月再从2开始 那势必会有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时候 又从2月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呢 他会 如果假设 再执行一次会是变怎样 他变这样 2月然后原来的东西再代日 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样 这个地方不要执行 这些这些都不要执行 只有从这边执行 那方法我想过 其实方法很多啦 要不就是说你要记得那个刚刚r的数字 有没有 比如说要跑到第31列 那从第32列开始 也就是说 这个回圈 这个这个值有没有 可以变动 对不对 这方法一啦 不过我后来想一想 这个部分的程式 好像没有另外一种写法 简单 哪一种写法 就是判断什么呢 判断里面的字 里面的字的长度 如果它是大于两个字的话 那就不要怎么样 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上面的话都是四个字 或五个字 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呢 那一定都一个字或两个字 那我可以从那个字串的长度下手 好像会比刚刚那个逻辑简单 所以有时候啦 写程式就是找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写 OK 怎么写这个逻辑呢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怎么样 逻辑 那我怎么判断它的长度呢 很简单嘛 把外面加一个LEN 挖壶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 这个东西放进来 给它判断一下 如果它的LEN 它的长度 如果我要执行的话 是当它怎么样 要小于 应该是小于3 所以是小于3 应该这个逻辑可以懂 THEN 才去执行下面的哦 如果你不是小于3 比如说四个字五个字 很抱歉 你就不用做下面了 因为已经做过 意思就是做过啦 OK 应该可以懂个逻辑吧 所以程式很多种写法 我通常是挑最好写的那种写法 然后这边的话 就外面再包一个END IF 所以在这里的话 底下再加一个END IF 然后把这个 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 少打END IF 打错了 然后我刚刚已经跑过了 所以我把它倒车一下 所以我讲过了 其实中断点 继续写 因为有时候写过了 你才有灵感嘛 对不对 跑过了 不然你还没跑到那里啊 你用凭空想象 有时候不好想 所以这也是一招啦 这也是我自己平常 写作的习惯 反正边写边改 边改边写 不就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 当追1等于多少 等于2的时候 他会不会执行 不会跳过 跳过跳过 一直跳过 直到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呢 这边是中断点 当追1等于多少 32的时候 哎有没有 32了 才会去执行什么呢 2月1号 有没有 哎 2月2号 有没有 所以其实外面在包一个逻辑判断 就可以解决刚刚那个问题了 3月是不是也是一样 3月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中断点我就把它拿掉 所以执行 你会发现2月3月 OK 那刚刚这个是第一笔是多的 所以把它清空再一次 有没有 1月到3月就OK了 应该没问题了 可是呢 这个方法最后发现 其实你们建议 我是只是举例了 以后建议呢 还是日期格式 尽量还是用标准的格式 现在不要用这种 因为将来没办法辨识 到底这里面是什么 这样放的话 等于它就是一个文字哦 那文字如果你要比较 它的日期的区间的话 就没办法 除非它是一个标准 理论上应该 这边应该是 2018的1月 比如说1月的1日才对标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加 加一下这个 然后也许可以把这边 再试试看 我如果不要改成这样子 我想要把它改成标准的话 该怎么做 这边其实到底差不多了 前面串一个2018 斜线 1可是这边是1月 你就不要用Name 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 I不就好了 I1不是刚好它1吗 2不是刚好2月吗 3不是刚好3月 不过前提是刚刚好 如果不刚好也没办法 你想要想办法 让它可以做到 我们要的那个效果 然后再去串接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在NAS的上面 再加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里面会再有一个回圈 这个 所以以后的程式 当然会越来越复杂 主要是会有很 不只是一个回圈 有时候的话 在回圈里面可能还会有 其他的回圈 你就慢慢 要能够有 就是这样的能力 可以稍微写一点 越来越复杂的程式 也没有问题的话 那将来你在 遇到任何问题 就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其实程式写来写去 大概就是这一套东西 因为我写来写去 没有差太多了 而且我尽量我的写法都是一致性的 程式第一个原则 程式越短越好 真的 第二个程式逻辑越简单越好 千万不要像有些书里面 简单的逻辑写了一大堆 所以复杂的要命 而且里面还有bug 我有时候还帮他debug 所以有些书里面 即便我参考别人的东西 我最后还是改变成 变成我的习惯的程式的样子 因为你直接拿别人的程式来用 真的是完全不习惯 好